不过NCC裁罚中天案子 告诉大家已经多少连败了 123456789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你没有听错 17连败 这就是我们的NCC国家通讯委员会 来前立委郭正亮提供一个策略 他来说啊 看看这些检视一下NCC 这些败诉的案子 都是由哪些委员来判的吗 那就要公布败诉最多的委员 到底是谁 到底是哪位 到底是瞎狼 形成一种舆论 你怎么老是对中天误判 而且应该要辞职 NCC的组织法第六条 本会的委员有下列情形者 得由行政院院长于免职 违法废辞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 中天胜诉的那十几人 这个案子应该把那个执行的委员的名字列出来 那看有多少委员是重叠的 然后那个误判的次数最多的那个委员 要把它列出来啦 然后请立委去咨询说这样的委员是不是应该免职啊 就现有的法律只能够做到这一点啦 你对那个NCC主委就没有这个条款啦 可是NCC每一个判决案是谁审的是有名字的啦 是有名字的啦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那个中天应该要提供一个反击的动作啦 怎么都是你呢 每出乎判都是你 那你这个委员显然有问题嘛 所以你就是失职嘛 那要塑造舆论要逼那个人辞职啦 至少要让舆论知道 有哪一个委员是混蛋委员啦 就是这样啦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喔 你没有针对到个人给他舆论上的压力 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就躲在里面啊 说他是什么独立机关啊 你根本管不到啊 所以这种可恶的委员就要把他点名啊 要视之于众啦